好 那么最后一个问题 基本上算最后一个问题了 大家一定要坚持 是不是权益法已经学的有点生无可怜了 是吧 坚持就是胜利 咬咬牙 是吧 剁剁脚 咱们就马上就到终点站了 马上就把这块说完了 咬咬牙剁脚脚还不行 那就使劲咬咬牙 使劲剁脱脚脚 第六个问题 就是最后一个问题 权益法 最后一个问题 被投资单位除了净损益 其他中央收益 以及利润分配以外的 所有者权益其他变动 那前面就是说 这个净损益 包括净利润 包括分配股利 是吧 利润分配在这呢 说净损益就净利润呗 那么其他中央收益也 也已经说了 利润分配 宣告分配现金股利也说了 除了这些之外的 其他的所有者权益变动 也就是说净资产的变动 那我们当然也要调了 其实我们并不区分啊 只要被投资单位净资产变了 只要他的所有者权益变了 我们通通都要调 那么好 到底有哪些情况呢 这个就比较多了 我们中级教材呢 只提到了四种情况 那么这四种情况呀 你啊 也只需要掌握其中第一种和第四种 那么中间这两种呢 我们终极并不要求掌握 那包括哪两种情况呢 被投资单位接受其他股东的资本性投入 第四种情况 就是其他股东对被投资单位增资 导致投资方持股比例变动 那这个叫被动稀释 终于讲到最后了 有同学说老师 哎呀 看这个名字被动稀释 就这玩意不好惹 看着他就估计啊 就这不是一个正常人的这个东西 摇摇牙 跺跺脚 不行就使点劲啊 咱们马上就把这份说完了 其实咱们整个这份 我先告诉你考试情况啊 先给你啊 减轻点思想负担 就第六点啊 咱们在考试的时候 往往是直接告诉你 就直接告诉你 咱们所有的权益其他变动 但是咱们这几年考试 我看一下这个考题啊 越来越来越不按套路出牌了 这个考试现在变动特别大 跟前几年不一样 是吧 从16年开始还是比较简单的 161718192021 从21年开始 整个的这个16年到20年 这五年吧 所以有点有点放水 对吧 就是考题很简单 从去年开始 开始考题有点 有点陷阱 或者说啊 有一些难点 我们真的很难说 这块不会考答题 我觉得还是有可能的 所以说你还是要把它把握住 而且关键是什么 关键这个被动稀释 咱们教材是有立题的 是吧 教材有立题 凭啥不考 凭啥不能出大题啊 考试的时候 万一考到 你说平时老师 我放弃了 我不学了 考试万一考到 那你这个分不就没有了吗 你就差这一分 好 那么中间这个什么 可分离交易的可转债啊 就可转和公司债券啊 可转债的话 咱们终极应该是没有 不涉及 还有这个股份支付 咱们终极也没有啊 所以这个第二条和第三条 你了解也可以了 呃 总而言之吧 呃 所有的权益变了 那我们投资单位 也要跟着变 是吧 借长期股间投资啊 第四个明信科目 叫其他权益变动 那么对应的是 即资本攻击 其他资本攻击啊 当然也可以是相反分路啊 有可能是相反分路的 好 那接下来呢 我们啊 就先讲一个 比较简单的一个例题 呃 讲解这个啊 接受其他股东的 资本性投入啊 这个是很简单的 就说这个情况啊 接受其他股东的资本性投入 好 来看一下 假公司持有乙公司 百分之三十股份 能够对乙公司 施加重大影响 乙公司为上市公司 那么当期乙公司的母公司啊 注意了啊 乙公司的母公司捐赠 乙公司一千万 那么该捐赠的 实质上属于资本性投入 那意思就是说 完全 因为他的母公司啊 他妈妈 他老子给他的钱啊 不用还 对吧 就说白了 就是白给他了 这属于资本性投入 是吧 资本性投入 那么乙公司的话呢 实际上是寄到资本公积 股本价里面去了啊 资本公积股本价 那这个呢 其实就说白了 就是一个权益性交易 是吧 那对于这个 乙公司 呃 那么接受母公司捐赠一千万 这个事来讲 那其实就是权益性交易 啊 咱们前面讲 同一控制企业合并 是不是讲到这个情况啊 有些人同学 是不是听到 是不是还记得我当时举那个例子啊 当时就说了 是吧 乙公司是子公司 子公司接受母公司捐赠 那这个其实啊 用的就是权益结合法 是吧 其实就是权益结合法 或者叫权益性交易 是吧 那么这个差额 记资本公司 那不这个东西说白了 那不就是跟同一控制企业合并的理念是一样的吗 好吧 总而言之 说这个一千万是记资本公司了 记资本公司不要紧 所有的权益增加了 乙公司这个被投资方 所有者权益增加了 说甲持有乙 是吧 百分之三十的股份 现在乙呢 乙这边是资本公积是增加 增加一千万 那对于甲是不是也要相应的调整份额呀 对吧 那甲肯定算 因为甲的长骨头始终要反映乙公司的净资产份额呀 它随着权益增加了 那净资产肯定也增加了 净资产怎么增加了 多了一千万呀 母公司把一千万的钱给到他了 那他净资产不多了 白白天上 这叫天上掉馅饼是吧 乙公司天上掉下来一块馅饼 净资产多了 那甲公司肯定要按份额确认 所以说一千万乘百分之三十 三百万 那这个就是所有者权益的其他变动 那么二级明细科目 即其他权益变动 代方资本公积 其他资本公积 这个是不是比较简单呀 这个为什么比较简单 就是因为持股比例没有变 你想想啊 甲公司持有乙公司 百分之三十股份 持股比例有变化吗 没有变化 为什么 因为乙是把它寄到资本公积里面去了 那乙并没有寄股本 什么 就是说这个乙公司 他的他的老子啊 就是乙啊 说白了这个 这边是乙公司的母公司 他是占百分之七十股份嘛 说白了就乙公司有俩股东 甲占百分之三十 是吧 母公司占百分之七十 那现在就说母公司这边啊 往这扔了一笔钱 扛了一麻袋钱一千万 接着砸砸到乙公司脑袋上砸了一千万 乙公司砸懵了走资本公积了 事实上没问题 人家母公司也不求回报 他母公司嘛 没有要求乙公司寄股本吧 是吧 如果说母公司说 这个一千万 叫小乙 说小乙吧 你这一千万啊 你给我寄在股本头上 这样就麻烦了 那这个时候 母公司有可能他的持股比例 就有百分之七十 变成百分之七十五 他的持股比例上升 甲就被迫的下降 他就变成百分之二十五了 那你想想 如果说百分之七十 变成百分之七十五 一共肯定就是百分之百 那他肯定就有百分之三十 变成百分之二十五了 那这就叫被动稀释 现在说了 这是资本性投入 并没有要求你寄股本 母公司是不求回报的 要不然叫捐赠嘛 如果说母公司 让这个小乙公司是吧 把他的股本 有一部分寄股本 股权比例上升的话 那就不叫捐赠了 是吧 那就不叫捐赠 现在说捐赠 那捐赠 那几公司是不寄股本的 只寄资本攻击 那就不改变股权比例 是吧 是资本攻击 是不影响股权比例的 我们的股权比例看什么 说百分之三十股份 说这个是基本常识啊 说百分之三十怎么算出来的 百分之三十是根据股本算的呀 是吧 你股票数量 只看股本啊 不看资本攻击啊 好吧 这就是资本型投入 还是很简单的 股权比例不变嘛 那接下来啊 看教材立题四杠十四 就是持股比例 被动稀释的情况 被动稀释 2019年3月20号 甲乙饼三家公司分别以现金两百万四百万和四百万分出资设立丁公司 两百四百四百那一共是一千万 一定要注意我标黄 我为什么标黄 我没事玩吗 我不是没事闲的 它是有意义的 既然是出资设立 也就是说丁公司是甲乙饼三家公司亲生下来的 亲生的 不是外购的 既然不是外购 那就说他没有商与 商与是不可辨认的资产呀 那也就是说这个两百万四百万四百万 就是说这个一千万全部都是可以辨认的 没问题吧 那你说你这个两百万 说老贾啊 你这个两百万咱不能辨认啊 那老贾能气得吐血 那这个一千万块钱初始资本 这是完全是可以辨认的 没有商与 商与什么时候有 是外购的情况下有 是吧 从外部 集团外部购买一家公司 那这个是有商与的 同时说账面跟公园也是相同的 所以你要去理解这里边包含的信息 因为刚开始亲生下来的嘛 账面跟公园也不存在区别 好那这样分别持有丁公司 百分之二十百分之四十 百分之四十的股份 那现在我们关注贾 贾的话呢持有是百分之二十 因为贾出了两百万吗 一共是一千万 好那么贾公司对丁公司具有重大影响 因为贾的话呢 他出的钱少 他就只是重大影响了 那所以对贾来讲呢 采用权益法 对有关长骨头呢进行核算 然后呢 这个时候啊 又有一个丁公司 是吧 丁公司自设立起呢 至2021年1月1号呢 实现净损一千万 这个丁公司就被投资方啊 这个被投资单位啊 从设立开始到2021年1月1号 一共是实现净损一千万 那利润们 除此以外 没有其他影响净资产的事项 那就是说净资产增加了一千万 那当然了 是吧 甲乙饼我们要按照份额 至少来讲 对甲来说 那就要确认什么 一千乘以百分之二十的 这个份额两百万 那么2021年1月1号 经过甲乙饼 是吧 协商 呃 那么乙公司对丁公司增资八百万 哎 说人家这个老乙啊 是吧 这个股东啊 他呢 对丁公司增资八百万 那这个甲是不是就被动稀释了 说增资后 丁公司净资产两千八 两千八怎么来的 他不是无缘无故出来的 一开始是一千万 两百加四百加四百 是吧 一开始是一千万 是吧 然后呢 丁公司他自己赚了一千万 赚了一千万 那不就加过来一千万吗 同时 公司是吧 又增资八百万 那就再加八百 那两千八这么来的 一千加一千再加八百 那么甲乙丙公司分别吃友丁公司 你看这个持股比例就变了 那么甲变成百分之十五了 是吧 乙变成百分之五十 丙呢 占有百分之三十五 百分之三十五 是吧 那这个呢 就是增资之后的这个持股比例 那么你可以认为这是已知条件 你可以认为是已知条件 因为这个是协商之后的结果 是吧 说相关手续与当日完成 好 那么这是增资之后的这个 这三个股权比例啊 那么至于说这三个比例怎么出来的 你不用管啊 你不用管啊 因为这里面并没有告诉具体信息 乙公司增资八百万 到底是占多少持股资本啊 呃 多少是即资本公金股本以价的啊 那当然你也可以倒推出来啊 这百分之十五 那其实就是用甲公司这个持股资本 还是两百 用两百除以百分之 这个十五 那就可以得出来总的持股资本 好吧 那这就不用管了 无所谓了 那不影响我们这里计算 好吧 那现在我们继续分析 说假定甲公司与丁公司 适用的政策期间相同 双方在当期及以前期间 没有发生其他内部交易 那不考虑相关税费等其他因素的影响 那么2021年1月1号 甲公司影响有丁公司 哎 我们接下来关键是要看经营资产份额 现在我们要解决什么问题啊 我们要解决 我们现在是说的是假 一定要注意啊 我们始终是看的是假 那么对于假来说 他所享有的净资产份额 有没有变化 那我们要看增资前的净资产份额 和增资后 因为丁公司是要是对丁公司增资嘛 那么在增资前的话 他的净资产份额实际上就是投进去 本来一开始是一千的 赚了一千 这两千了啊 所以说 一开始的一千 这是注册资本 是吧 那么前面三个呢 叫注册资本 是吧 一千万 然后这个一千万呢 是利润 就第一年啊 不是第一年 就整个的截止到2021年1月1号 那这样就是说 一共是两千万 增资前 假公司 他的份额 增资前是20%啊 因为增资前 他始终是20% 对吧 所以在增资前是400 那么同时这些我们可以看到 他全部是可编认的 那这里面有商业吗 没有商业 所以说商业 那就加上零 因为整个这个题不涉及商业 对吧 不涉及商业 账面跟公司一样 所以说这个净损 我们也是认可的 这一千万 账面精神 那就是我们认可的 增资后 一样 所以这边要加一个800 是吧 前面的是不变的 前面是2000 再加800 因为整个的增资后 变成2800了吗 由于2800 乘以15% 那么这个是已知条件 就增资 增资后啊 假公司持股比例 变成15%了 那净资产份额就变成420 同样的没有商业啊 那么这个地方仍然是加上零 就是全部都是可辨认的 那很显然 增资前400 增资后420 所以说你别看我们持股比例下降 所以说你看 持股比例确实是有10%下降为15% 但是我们享有的净资产份额 确实在上升了 对吧 因为虽然说你持股比例在下降 但是你这个总的净资产是在上升啊 原来是2000 那现在这变成28% 所以上升20 那我们要借长骨头 20 带资本攻击 20 所以我们调增 那么记在其他权益变动 这个明细科目当中 那接下来呢 咱们再补充一个例题啊 就是刚才有同学说 老师你这个教材这个例题啊 说不含商欲 是吧 账面跟公允呢是一样的 老师你能不能举个例子 说含商欲的情况 并且账面跟供允不一样的情况啊 可以 那接下来看这个例子 2021年1月1号 贾公司以1900万元现金 取得义公司40%的股权 能够对义公司施加重大影响 当时义公司可辨认 进入资产的供允价值 是4500万元 哎 供允价4500 初始成本1900 我们用4500 乘以40% 我们就可以把这个份额 是吧 给算出来 4500 乘以40% 多少啊 1800 是不是 没问题吧 1800万元 那么我们是1900万元 初始成本买的 那么很明显 我们可以知道 这里面是有一个商欲的 商欲是100万元 好了 现在说了 供运价4500 账面价4200 有差异啊 那么这个差异是由一批存货造成的 不一样 那后面我们要涉及调整净利润了 说2021年 那么价以公司实现账面净利润呢 是500万 那500万不能认可啊 不认可 那是要调的 是要调的 那么该批存货到二某21年底啊 这是二某21年底啊 二某21年底就对外销售80% 是吧 那这个就马上就可以算出来 净利润呢 我们叫这样来调 是吧 500减去 那就是按照公允价值来去调 对外销售80% 那么几公司是按照账面转的成本 4200 4200乘80% 我们不认的 不认的再给他加回来 所以说再加上 4200乘80% 是吧 把账面成本算出来 加回来 然后再重新按照公允价值算销售成本 那就是说公允价值是4500 4500乘以80% 好吧 这就是调整之后的净利润 用这个去乘以持股比例 好 那继续啊 2022年1月1号 乙公司向非关联方秉公司定向增发新股 那现在被投资方 被投资方向非关联方秉公司 那就跟假公司没关系了 向非关联方秉公司定向增发新股 那么增资2700万元 相关手续与当日完成 那假公司对乙公司吃股比例下降了 原来是40% 现在啊 就下降为30% 那对乙公司仍然具有重大影响 那后面还是权益法核算 就还是权益法核算 那这个商就权益法到权益法 那这里边呢 我们呀 画一个图 是吧 我们画一个圈啊 那就是说 这个圈呢 是表示的是 这个乙公司 这个圈表示乙公司啊 一开始的时候 这个乙公司的 可辨认净资产 是多少啊 是 这个4500 对吧 所以说 这里边呢 我们要搞清楚乙公司 他的净资产 到底是怎么变化的 那么乙公司这里面 其实一开始是 可辨认的是 4500 没问题吧 那么乙公司 还有一块 不可辨认的商誉 一定要注意啊 这个商誉到底是多少 我们现在说的是乙公司啊 就是乙公司啊 那商誉到底多少 那乙公司的话 那一定是 是完全商誉啊 这个商誉 100万 说的是这个假公司的 投资方的 那完全商誉怎么算呢 完全商誉 那就应当是 100 是吧 除以 40%的持股比例 说100除以40% 好 这是乙公司 他的完全商誉 那可辨认的 不可辨认的 都都都加进去了 然后呢 乙公司 他又赚钱了 是吧 他赚钱了 这个500万 我们是调整之后的 来算 我们可以调一调 我们现在干嘛 老师你在干嘛呀 我现在要算一算 乙公司的净资产 是吧 在增资之后 增资之前 就是说 增资前后啊 到底是多少钱 我们乙公司净资产 那么好 现在这个净利润 肯定不能按500算啊 那这样来 把这个算出来 等于多少呢 把这个算出来 就是 4500 是吧 减4200 那就是 负的300 是吧 负300 乘以80% 负的 240 500减去 240 没问题吧 3824吗 500减240 260 所以说 这个净利润呢 我们认可的是260 那这样的话 以公司 整个的净资产的情况 那就是 4500 这是可辨认的 不可辨认的 完全商与 100 40% 然后呢 他又赚了260 所以260 也要放进来 260放进来 这个圈花小了 是吧 那260放进来之后 这就是在 增资之前 就是 以公司 是吧 向非关联方 丙公司 定向增发新股之前 他的净资产的情况 净资产的情况 那现在 这个 丙公司啊 又往里注资 说丙 又要往里扔钱 扔了2700 好 那丙就过来了 我写这啊 2700了 好 那这样 这个圈 表示的就是增资之后的净资产份额 把这个2700去掉 这是增资前的净资产份额 哎 这样对不对呢 同学们 你们觉得呢 这样对不对 其实 我们接下来分析啊 他的持股比例是下降为30%了 那这里边啊 今年啊 其实呢 咱们按照注快教材的做法 这里边有一个关键的问题 就是商欲是要调的 好 咱们直接看这儿吧 直接看这儿 出此投资时 产生商欲是100 刚才已经说完了 对吧 商欲是不可辨认的 当然这个商欲 只是归属于投资方的部分 那么2022年1月1号 假公司应享用乙公司 我们要看啊 还是要算这个增资前的份额和增资后的份额 增资前的净资产份额 还有增资后的净资产份额 怎么算呢 你不管是增资前还是增资后 我们统一套用我们前面 我交给大家公式 那净资产份额 就是等于可辨认的份额 再加商欲啊 好 先看增资前 增资前我刚才说了 是吧 增资前我刚才说了 那么就是4500 可先算可辨认的啊 那可辨认的就4500 加上500 再减去300乘以80啊 当然这个的话就是调整之后的利润啊 那这不就200 500减去240 就是260吗 260是什么 就利润啊 260就是这个利润嘛 对吧 260 4500是一开始的这个 就看看刚才这个吧 就是4500和这个 是吧 就这个和这个260 是吧 4500和260啊 那这样的话呢 这是可辨认的部分 当然还在乘以40% 就是增资前的持股比例 这是可辨认的进行资产份额 然后再加商誉是100 那100这个商誉本身就是归属于投资方的部分啊 是吧 所以说这个商誉已经是 归属于投资方的部分 所以直接相加就可以了 是吧 当然你也可以用这个 是吧 说老师这个100除以40% 这是什么意思啊 100除以40%是完全商誉啊 对吧 那所以说这个100你也可以这么算 是吧 100除以40%是完全商誉 那他占40%份额啊 说前面乘40%行 我这个我也乘以40% 那这样不就完了吗 那么还是100吗 所以这个地方加100啊 只是归属于投资方的商誉 所以等于2004 这就是增资前的进行资产份额 再来看增资后 增资前你看啊 这里边就没有2700啊 但是增资后的话呢 这里面要把2700加起来 前面都一样的 刚才这个增资之后 2700进来了 是吧 2700进来了 所以说可辨认的这部分 我们分成两波 还是始终分成两波 前面这些都是可辨认的 然后再乘以30% 注意了 持股比例是下降了 增资之后 持股比例下降为30% 前面都没有问题 这是可辨认的部分 那关键是后边啊 一定要注意了 持股比例下降为30% 也就意味着 我们被投资方的这个商誉 你也就只能享有30% 所以说我们要用完全商誉 就100除以40% 再乘以30% 这个表示的就是 在增资之后 是吧 你这个归属于投资方部分的商誉 哎 这个我觉得咱们了解就可以了啊 那有同学可能问啊 因为为了保持知识上的完整性 所以在这咱们给大家做一个补充 终极应该在这块 不会考大家 大家作为知识扩充 了解就可以了 好那这样算出来 就是2 就2313 因为前面我们一直这个理念嘛 说被投资方整个的这个商誉 是100除以40% 是吧 但现在持股比例 你变成30%了 那当然要用这个完全商誉 是吧 乘以30% 那就投资方的部分啊 那么在增资之前 它原来是40%啊 是吧 那就是用完全商誉 乘以40% 那就还是100 是吧 原来就是100嘛 没有问题啊 所以增资前的话是加100 增资之后呢 是加上 是吧 用完全商誉 乘以30% 持股比例下降了 你持股比例下降了 那你肯定这个商誉也变了 这是我们现在的做法 是吧 商誉是变化的 好 那这样呢 用增资后的2313 减去增资前的2004 那么差额就309 那么借长期股权投资 是吧 带资本攻击309 那么这样就可以了 好吧 这是补充的这个例题啊 那么为了 就是教材上上有这个例题的 咱们教材的话呢 是终极考试的 咱们终极考试 就是停留在这个难度上 是吧 既然是有这个例题 所以说我们再稍微的拓展一下 拓展的这个例题呢 应该说咱们考试不会考到 所以说在这呢 大家了解就可以了 也是通过这个例题 让大家去更加深刻的 认识一下我们权益法的本质 权益法的本质 就是我们应相有的净资产份额 始终就等于可辨认净资产份额 再加商誉 是吧 那这样就可以了 也是加深了对权益法的理解 好 来看2018年多项选择题 假公司对乙公司的长期股权投资 采用权益法核算 权益法 那么乙公司发生的下列交易事项当中 将导致假公司长期股权投资 账面价值发生变动的有 那么其实还是前面的考法 那本质上问的就是乙公司 所有者权益变动 或者说净资产变动 提取营养攻击 那所有者权益是不变的 B 接受其他企业的现金捐赠 那这个我们接受捐赠是寄营业外收入 是吧 借银行存款带营业外收入 有的人说老师不对啊 你刚才不是说前面那个题 不是说寄资本攻击吗 所以这个没有说资本性投入 是吧 借银行存款带营业外收入 营业外收入那最终属于利润呢 所以说那当然了 是吧 当然是我们的所有的权益增加了 是吧 现金增加吗 资产增加 净资产多了 所以B会导致长头增加 C 宣告分股利 那么它净资产减少 所以长头也要减少 是吧 你他这问的只是变动的吗 D 发行可转债 发行可转债 这个可转化公司债券啊 了解一下 是吧 那么你至少要知道 它上次分成两部分 是吧 发行可转债 那么借银行存款 贷应付债券 是吧 那这是负债部分 那其实还有一个权益部分 叫什么呢 其他权益工具 好 那么这个做一个了解啊 那至少要知道啊 你记住 说可转债的话呢 实际上是导致所有者权益增加 因为这是其他权益工具嘛 是吧 所有权益增加 那因此的话呢 长骨头是要跟着变的 所以D也是应当选择 这是18年考题 那当然可转化公司债券的具体账目处理 不要去掌握啊 但你要会判断啊 所有的权益变动 它的一个这个方向 好 所以这个题选择BCD BCD 好 接下来一个提示 还是说这个西达权益变动啊 那么投资方在后续处置股权投资 但是对剩余股权仍然采用权益法核算式 这仍然采用权益法核算 我们要按照处置比例来去截转这部分资本攻击 我们前面其实也是一样 前面再讲这一块 我们整个的这些分路啊 它是一个暂时的 是吧 相当于我们可以这么认为 哦 这个权益的变动 这个净资产的变动 还是说没有实现 如果说将来我们把长期股权投资 把它卖掉了 长期股权投资都已经变成现金了 那么这个资本攻击 是不是也就对外实现了 是吧 所以说我们要把资本攻击做一个截转 截转到利润里边 截转到投资收益 那怎么截转呢 仍然是跟前面的其他综合收益啊 是一样的 是吧 比如说原来的时候是百分之 呃原来是百分之三十 那现在呢 呃处置了一部分比例 现在变成25了 那么现在仍然是权益法核算 我们要按照处置比例 那么将这部分资本攻击 转入当期投资收益啊 那么这个比例 是吧 等于多少呢 按照我刚才这个例子 那这个比例 那就是用百分之五 除以百分之三十 用这个比例 那么对剩余股权 终止采用权益法核算的 啊 那你比如说啊 终止权益法核算 你比如说百分之三十 好 变成百分之五啊 或者说变成百分之零 那总而言之 原来是长股头 现在是金融资产 长股头没了 所以终止权益法也就意味着终止长期股权投资 一定要全部转入当期损益 也就是当期投资收益 所以一定不要认为啊 说老师这个地方那不是卖了百分之二十五吗 不对我们前面说了 这个地方是百分之三十全卖点 因为长股头没了嘛 所以说把资本攻击 一定是截转到投资收益 终止权益法是全额截转 继续用权益法 一定要就是按比例截转 好那这里面代方 你会发现跟前面的 协大通货收益是不一样的 相比较协大通货收益的截转呢 我们需要看被投资方的脸色 是吧 协大通货收益呢 是要跟被投资方一样的 保持一样的基础 而这里的其他权益变动 是不需要的 我们一定要是一定转投资收益的 也就是说这个代方是一定的 一定转投资收益 是吧 但是我们认为都是实现了的 这个损益啊 所以说他跟其他通货收益 是不一样的 是吧 前面不是说了吗 其他通货收益是什么 是被冻结的一块利润 往往是比较特殊的 所以前面呢 对其他通货收益的管理啊 更加的严格 是吧 更加严格啊 来 教材立题4-24啊 我们把这个教材后面的立题啊 挪到前面来进行讲啊 这是处置的时候的处理 那么甲公司持有乙公司40%的股权 并采用权益法核算 2021年7月1号 甲公司将乙公司20%的股权 出售给非关联方 非关联的第三方啊 原来是40% 现在呢 把20%的股权 是吧 出售给第三方 那么剩下20% 仍然是用权益法核算 也就是说 原来是40% 是吧 现在呢 变成了20% 那么甲公司 取得乙公司股权 至2021年7月1号期间 确认的相关其他通过收益 是800万元 那么很明显 因为前后都是权益法 所以说我们要按比例节转 相当于卖了一半呗 所以说其他通过收益 我们要转一半 是吧 为按比例享有的 乙公司其他债权投资 金融资产的供应价值变动 那这个时候 我们就知道 跟被投资方采用相同基础 那好 我们知道了 希拉资源投资 如果说被投资方处置 他的话 是可以转投资收益的 那我们投资方 那也可以转 那么享有乙公司 除了净准于希拉中央收益 和利润分配以外的 收入权益的其他变动 也就是说 其他权益变动呢 是200万元 好 不考虑相关税费 等希拉因素的影响 那么 甲公司 处置后 剩余股权 由于仍采用权益法核算 那么因此 相关的希拉中央收益 是吧 以及 其他的所有的权益变动 我们都应当按照比例去截转 是吧 原来权益法 现在还是权益法 权益法并没有终止 是吧 原来的时候是长头 那么现在还是长头 长头还活着呢 所以说我们就按比例转 按什么比例 百分之五十 百分之五十怎么来的 卖了一半呗 是吧 所以把原来的八千 八百万 四百万 一百万 那么其他综合收益减少 资本攻击减少 都转到投资收益 是吧 资本攻击肯定转投资收益 那么其他综合收益 为什么 关键是因为 它是因为被投资方 以公司其他债权投资 供应价值变动 是吧 而圈的 因为被投资方 人家在处置的时候 是可以转转损益的 那我们就可以转投资收益 好 那继续啊 那现在的话呢 是这个2021年 是吧 整个的这个期间 2021年 这个7月1号嘛 7月1号是把这个股权比例啊 做了一个出售的处理 我们说要截转 然后假定2021年7月1号啊 那么假公司将以公司35%的股权出售给非关联的第三方 现在就说不是卖20% 不是有百分之四十到百分之二十 而是有百分之四十到百分之五 是吧 卖了百分之三十五吗 那现在就是说 原来是百分之四十股权 那现在变成了百分之五 那么就是卖了百分之三十五 那剩下百分之五啊 剩下百分之五就不再是长头了 而是变成了以供应价值良期期变动 即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啊 所以说百分之四十 那么原来的时候是长头 是吧 那现在变成金融资产 也就是说长头是不是都没了 我们认为长头百分之四十是全卖掉了啊 所以一定要注意 这个百分之四十是全卖 千万不要认为是卖百分之三十五 既然是全卖 那么我们其他中央收益 其他资本攻击 那就要全部截准 不要按比例截准 是吧 由于甲公司处置后的剩余股权呢 按照金融工具章节的相关内容进行处理 也就是说终止了权益法核算 终止了长期股权投资 因此相关的其他中央收益和其他所有的权益啊 那么应当全部截准 那么甲公司上部处理就会看到 是吧 全部截准 而且是截准投资所益 所以这是大家特别特别要注意的 是吧 所以你不要认为这个地方 老师不应当是卖了 这不是卖了 这么明摆 什么呢 那这个地方是不是应当按照这样一个比例啊 35除以40%啊 另外那部分是不应当截准 大错特错 所以这个地方是错误的 这个地方很容易出错 是吧 一定要注意 一定要注意 终止权益法了 长头都没有了 你还留着其他中央收益干什么 好 这是大家要注意的 行吧 第六个问题啊 就讲完了 接下来最后一个问题 呃 咱们不展开说 因为这一块呢 是在第六章 资产减值 具体介绍啊 咱们终于啊 把权益法啊 快 基本上就全讲完了 就看到已经到终点站了 同学们 这个 恭喜大家啊 很辛苦 坚持下来了 并且呢 能够 基本上都能够做到理解 是吧 接下来就是熟练度的提升的问题了 那减值啊 我们第六章 资产减值还会说 啊 现在先简单了解 实际上就是说 比较的就是 账面价值 长骨头的账面价值 是否大于享有被投资单位 所有者权于账面价份额 这是 迹象的判断 是吧 这是 简直 迹象 如果说长骨头账面价 大于你这个净资产份额 这其实我们前面 讲成本法 其实也讲到了 是吧 说成本法 长骨头保持成本不变 但是说好了 你可以用成本失踪计量 但是后面你得 等到他宣告分骨力的时候 你得判断啊 他有没有简直迹象 如果说发生了这种情况 那就表明有简直迹象 我们要进一步的再去测算 可收回金额 看看可收回金额 是不是低于账面价 如果可收回金额低于账面价 好 那这个时候就应当提取 简直准备 而且这个简直准备 一经计题 不允许转会 我们将在第六章 资产减值再说 第六章 所有的资产减值 一经计题 都不允许转会 好 这就是我们 整个的啊 权益法核算的内容 当然后面呢 也讲到了权益法下 长骨头的减值的问题啊 当然这个其实就是 只是一个冲数 今年教材新增的 冲了个数 但是真正的这块内容呢 不在这讲啊 不在这讲 那我们总结一下啊 后面呢 就权益法核算的整个处理 我们简单一说啊 这个总结更多的是 大家自己刻下看啊 就是取得投资时 你一定要做这么个比较 是吧 不能省略 一定要去比较 判断有没有商欲 如果说有商欲 那就不挑 如果说没有商欲 是吧 甚至说是要负商欲 咱也约说这么一个说法 是吧 咱不存在什么负商欲 是吧 商欲就是商欲 哪有负商欲了 就是说 如果说你产生了一个利得 出市成本小于这个份额 那好一定要确认 一个营业外收入 对吧 一定要调增 我们的投资成本 并且要注意 出市成本 跟投资成本是不一样的 然后被投资方实现 经营利润了 我们要去两项调整 一个是按照 购买日供应价来调 取得投资时的供应价 再一个呢 是未实现内部交易 是吧 那这个被投资方 进入资产增加 那我们当然要跟着调 增长股头 带投资收益 是吧 按购买日供应价条 你不用被公司 我前面呢 已经交给你原理了 是吧 先把账面口径下的费用 给它加回去 重新按照 购买日供应价口径 来去算这个费用 重新减 那么对于内部交易 八字口诀 减未实现 加以实现 掌握这个就 一通百通了 不用 说这两个都不用被公司 所以今年是我教给大家 一个办法 你被公司 很容易被乱了 理解 理解了 咱们就可以直接算 那么被投资方 实现实现其他中间收益 那么就跟着确认 分额就可以了 但是要注意 是在处置的时候 是吧 那么你这个 其他中间收益 到底是否要转入投资收益 你得看 被投资方 是吧 要跟被投资方一致 另外还有其他权益变动 是吧 寄到资本攻击 其他资本攻击 这两块在处置的时候 是一样的原则 它的截转 就是如果说终止了权益法 是吧 也就是说 好 终止长头 那我们要全额截转 如果是继续用权益法呢 那就按比例截转 好 这样呢 同学们 我们权益法下 整个的一个核算呢 我们用了很长时间 就给大家讲完了 实际上就是说 我们后续计量 它的核心 就是权益法 成本法 没什么东西 没有肉啊 大量的肉 大量的骨头 在权益法这个地方 需要大家客下慢慢啃 啃完了之后 也得需要慢慢的去消化 你别说 老师我啃完了 啃完了之后 你不做题不消化 还是等于什么 一知半解 好 那么把这块知识 熟练的掌握 之后 我们就可以接下来 进入下一讲 进入到转换 那么长期股权投资的 转换 是我们难度的一个 比较大的一个地方 当然这个难体现在 你权益法掌握的是不是扎实 成本法 这个两种方法 成本法 权益法 如果说掌握的非常扎实了 那后面咱们就玩的很转了 是吧 所以说下一讲呢 我们就要进入转换 因此 那么希望大家啊 一定要一步一个脚印 扎扎实实 学好每一步的知识 行 同学们 感谢大家 辛苦大家 我们权益法核算呢 整个的这块呢 就结束了 下一讲 再见 再见 谢谢观看